说起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动作片 大家对哪位武打女星印象比较深刻 胡慧中 李赛凤 还是杨子琼 最著名的女打星莫过于他们几位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西斜美质子 一身健瘦的肌肉和邪魅的长相 让看的人过目难忘 虽然不是中国人 却仍凭借过瘾的身手 在香港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今63岁依旧是一身健子精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蛇蝎美人西斜美质子 在前往香港成为武打女星前 西斜美质子就已经是日本女子健身界的知名人物了 不仅连续三次获得健美冠军 还夺得了女子举重冠军 至今仍保持着310磅和蹲矩280磅的举重纪录 因为长相酷似山口百会 不少人都称她为健身界的山口百会 可以说丽与美在西斜美质子身上体现的淋漓精致 之后西斜美质子转战日本影滩 但演艺圈就是一个名利场 如果没有人力捧很难熬出头 想要快速出名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拖 西斜美质子也选择了这条路 她拍摄了一本露点写真集和两部三级片 但可惜的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响 1985年 红金宝在东京取省时 意外在杂志上看到了西斜美质子的照片 接受了身材和酷似山口百会的长相 让红金宝对她很是感兴趣 便有意找到她想与之合作 于是西斜美质子只身前往香港发展事业 西斜美质子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红金宝指导的福星高照 这部影片中最令人惊艳的名场面 莫过于她一件一件脱下和服 露出完美肌肉的镜头了 西斜美质子与虎慧中 从拳脚相夹到虎抓头发的打斗 颇有看点 逆招于是丝毫看不出 她是第一次拍动作戏 可惜的是 她最终还是被红金宝一拳KO 直挺挺的倒在地上 西斜美质子的戏份虽说不多 但却足够亮眼 一身健美肌肉 不仅吓坏了虎慧中 也引起了香港影坛的关注 那时正是女打星流行的时期 她的出现无疑丰富了女打星市场 而且不论是从气质或是力量上 西斜美质子都完全符合 当时的电影市场需求 因此她的打女生涯就此展开 1988年 西斜美质子参演了女性动作片 《皇家世界3》 《雌雄大盗》 她与翁世杰饰演一对 来自日本的雌雄大盗 片中两人心狠手辣 作恶多端 后来因为丈夫惨死 西斜美质子为了帮丈夫报仇 杠上了杨丽金饰演的女警 两人在片尾上演了一场殊死搏斗 秦尘美质 虽说谢谢美智子不像同样来自日本的大导游嘉丽那样 从小练习多重无数 但因为经常健身 演技打戏来也是驾轻救赎的 因此他很快就在影坛打响了鸣声 短短几年间就出演了数十部动作电影 霸海红鹰 胡胆女儿红 铁胆雄风等 每部都是叫好又叫做 但要说真正让观众记住谢谢美智子的 海蜀电影《赌神》 片中他客串与周润发比试摇骰子的橘子小姐 脱去上半身和服 露出半个肩膀的霸气纹身 单手摇骰加上犀利的眼神 这一幕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赌神》上映后 狂揽三千七百多万票房 成了年度票房冠军 还带起了一阵赌篇的热潮 这里面少不了西邪美智子的功劳 在1993年的《东方不败之风云在起》中 林青霞的造型就模仿了橘子摇骰子的片段 西邪美智子的长相冷艳 妩媚 甚至自带妖气 这时他在电影中的形象永远像个蛇蝎美人 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电影《驱魔警察》 片中西邪美智子饰演日本邪教九局一派的女术士 造型邪美妖娆 一身黑衣 几危险又诱惑 尤其是他与九叔《隔空斗法》 让人看得惊叹不已 堪称本片的名场面 在当时的香港影台西邪美智子出镜率极高 出色的表现也让他获得了不少好评 但他大多都是以反派打女的角色出现 极少出演女女一号 因为西邪美智子不会说普通话和粤语 在片场与导演与工作人员沟通会很困难 大大减慢了电影制作速度 所以很少有导演找到他担任主演 这导致西邪美智子的发展极大受限 几乎没有出演过主角 加上人设已经定了形 演艺录也是越走越窄 每次都是一如既往的反派女打手 为了让事业更上一层楼 西邪美智子再次投身拍摄了三级片 色匠 银腰豪琴 云雨第六感等 可惜当时的三级片女星泛滥 本地女星都争个你死我活 更不要说外籍女星了 因此西邪美智子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90年代后期 香港动作片市场主角衰落 产量甚微 他们接到的戏越来越少 于是在1996年 西邪美智子拍摄过巅峰斗士2后 便离开了香港 远赴美国 嫁人生子 还投身到了动作特级行列做替身 比如霹雳娇娃中刘玉玲的替身 蝎子王中胡凯莉的替身 在这之后 西邪美智子极少出现在荧幕上 但她偶尔会在儿子的社交平台上露面 照片中的西邪美智子笑得非常慈祥 和从前荧幕中霸气十足的她反差很大 但唯一没变的还是她那身剑子星 虽然已经63岁了 但也许是因为常年保持锻炼的原因 使她看上去根本不像已过六世的人 一身肌肉很发达 一点都不输年轻的儿子 近些年西邪美智子 基本消失于隐迷的视线中 但她曾经塑造过的那些 无比惊艳的经典角色 却始终留在我们记忆深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如喝一杯酒, 慢慢考虑一下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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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就这样走, 好像少了些诚意 诚意?什么诚意呢? 中卦句古语 叫身体发肤受諸父母 我断法为誓 鬼弱者就如此法 发育剧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